有話直說一分鐘,距離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結束剩下3天, 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4月13日上午前往中環帝交報名表,正式報名參選特首。 他向在場記者表示已取得786張選委提名票。 這700多張提名票對李家超來說是實至名歸,亦成為香港回歸以來獲得最多提名票的特首參選人。 實在是兼負重任,而在制度層面來看,亦反映出新選制對參選者所提出更高要求。 獨促參選者必須親力親為傾聽訴求,表達理念才會得到各方支持。 李家超的親力親為不僅源於他個人極高的政治覺悟和素養, 亦來自新選制的督促和鞭策。 完善選舉制度後,選舉委員會人數增至1,500名。 政治江浦之廣,戒別之歡,階層之豐富前所未有, 亦意味著選委會所代表的民意更廣泛而且全面。 但同時亦要求參選者必須以更為勤勉、誠懇、睿智的競選態度去尋求更多選委認可。 從李家超目前的支持度來看,他過去7天的努力已得到顯著成效, 其施政理念亦得到過半選委的大力支持。 可以同時說明,若李家超之後能順利當選, 他的政綱和未來具體政策將會在社會獲得廣泛認可, 推行起來亦更順暢高效。 以一場新選制下的首場特首選舉, 不僅屬於參選者和選委,更有關每一個香港市民的未來。 第五波疫情已有所回落,社會亦正在逐步恢復活力。 被譯了籠罩已久的香港正在蘇醒, 所有市民都應該關注這場選舉, 並通過選舉辦公室向香港未來領導者表達觀點, 團結一心為香港的逆後重建,經濟復甦積極建言。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 再見!